请见会平安 很感谢阿Kin 我们的新回友读出今天的经文 很感谢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这么好听的歌 今天我们很高兴 一会儿我讲到之后 有邓秀珍传道 Karen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今天讲的比较简单 从刚才的经文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会讲的题目 是有点严重性 这个题目其实很少说 很难说 因为教会通常我们都是 你好我好 轻轻我我 不常会讲这些严厉性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不会认真正事 是口舌犯罪的 有些人说 不要啊 你当看不到吧 忍一下吧 但那个伤害性其实在这里 不说未必 就是说不会存在 对不对 其实呢 控制舌头或者是口舌犯罪 在教会其实都挺普遍 就是在我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就是三四十年 看到很多都无数 教会有时 就是轻质会搞到 特殷之妹不和 那重则呢 就是教会分裂呢 都是因为有些人 就是 就是 立面讲话 是吗 那 得罪人多 清夫人少 那 就是 对我想 对教会的伤害呢 都是 其实在里面 当中 我觉得我需要去讲 是不是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 是无论如何 怎么样 就是我不是说是 讲 某某一个人是有这样的事 但是呢 我想是将这个问题 摆给大家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正视 这个问题 包括你和我 是不是 我们都要去知道 那 我就很快 我的按针在哪 在这里 不好意思 是 年纪大了 眼力不是很好 OK 那 我 就是比较少 比较 今天比较短 是吗 就是 我没有什么例子 那 但是 我知道大家都 是很精神 是吗 因为我们现在教会 很舒服 坐得 今天经文呢 其实是三章 一到八节 不过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又不想 阿堅 这么辛苦 读那么多节 所以就五到八节 就读了 其实呢 我是由第一节开始 就讲下去了 第一节呢 我没有打到经文 不过大概 就是 你听我读吧 他说 我的弟兄 姐妹们 这个包括 不要多人作师傅 因为晓得 我们要受 更重的判断 这个 雅各 大家都知道 作者 雅各 雅各书的作者 是哪位 雅各 就是 主耶稣的弟弟 雅各 他是教会的长老 对不对 因为他见着主耶稣的成长 圣经也说过 他初时也不太相信 后来他才在主耶稣的言行里面 以及他的神迹 他知道这个就是救主 他用了其实都挺大的篇幅 来说这个 空制师头 其实呢 在我们今天经文 雅各书第三章的 大概是80% 都是讲到 舌头的罪恶 以及如何控制 在当时的雅各 他所在的犹太社会当中 做教师是一个 非常高的社会地位 所以很多人 就想做人之患 大家知道什么叫人之患 人之患 好为人师 是吗 是孟子所说的 一个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喜欢做人家的老师 是吗 雅各也要说 你不要做多人的 不要多人做师傅 就是像一群基督徒那样 那位头是谁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牧师 不是牧师 是 神啊 是不是 主耶稣 是不是 一个老师 主耶稣都说 他是那个师傅 那个老师 是不是 是什么 那这里 就是指出 教师其实的责任 很重大 影响很深远 教师教人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有更多的问责 那 雅各这里强调 更多的问责是由谁来的 神来的标准 不是说一个人定的标准 所以呢 圣经讲 今天讲这个 是神的标准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 是不是 那么 更多的问责 这个真的很严重 因为神是问责到我们 有时 是不是 那么 香港大家都知道 公务员有个什么制 问责制好弱哦 姨妈 问责制就是什么 谁做得不好就 是吧 事先炒蜆 炒得香一点 还要是吧 那 就是说 那个问责制就是说 你要负全责 做得不好 又要受罚 是吧 那么 雅各书三章一字 这里教我们 你不好就不切了 不要什么都管 人家又没有请你 你为什么要自己充当义务教师呢 是不是 不要什么都加把嘴 不要抢着人家 在人的面前 那里讲 因为呢 你自己以为有智慧呢 但是呢 正正反映人的愚昧 还有那个骄傲 就是说得都挺严重的 是不是 那么 我们中国人都会说 欲律依于言 而 敏于行 大家都 或者听过了 那就是说我们 有时候讲话的时候 我们慢一点 是吧 欲律于言 就是律好像有点傻傻的 是吧 就是你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那么快 是吧 如敏于行 就是说呢 你可以做事 做快点 讲话 讲少点 要做更重的判断 我都讲了 就是教师的责任 其实影响很深远 我们要很小心 第二节那里讲什么呢 他说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圣经都讲 世上是 没有完全人 是不是 那其实完全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 成熟 就是表里一致 表里一致的意思 就是说 你的表现 在内心 在你外面的内心 还有你表现 在你外面的舌头 是要一致 就是说 你的言语 和你的行动 要一致 那叫做 完全人 是不是 他就跟着 就说 要拦住 你自己的全身 那 一会我们会说到 拦住 就是用马匹 他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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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 是不是 那个例子 那其实呢 我们中外呢 都是有 说到 类似的 说话 好像西宴 即西人的言语 都有说 他说 Open your mind before open your mouth 就是说 你先好 想好 不要留院开口 先想好 然后开口 谨慎言语 是能够减少 说话 那个错 错的地方 还有得罪人的机会 是不是 就是 大家都知道 那幅图是说什么 经常都有这个言语 是吧 你有没有听人家说过 有没有人叫你 希望你不会 Sip your lips 是不是 那个 有个拉链 是不是 就是 很多时候 别人都说 这样 是吧 你看到别人这样 就是说 哦 就是 麻烦你 就是 就是 说得不好听 就是 shut up 是吧 就是这样 是吧 说得好听 就是 麻烦你 就是 就是 Sip your lips 是吧 是吧 针言 都有两段 其实很多针言 如果你打开针言 有很多段 是讲到舌头 这两段 就是我 当然不能全部 给你们看 因为时间关系 尤其是今天 我们要听 一些更精彩的 的东西 在一旦 在一旦 就是 Karen 说她的 她的 宣教 一旦 我先介绍 Karen 好吗 这两个针言 是说什么呢 她说 我们一起读 好吗 预备 一二三 请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自慧 紧守口的 得补生命 大将嘴的 必至败亡 你说得很严重 是吧 禁止嘴唇 才是有智慧 我记得 我很小时候 我妈常常都教导 我们五兄弟姐妹 麻烦你们要小说话 多做事 是的 我想你也会 或者被一把妈妈教训过 是吧 小孩子的心智 不是很成熟 所以他们往往 多说个做 是不是 就是一会 一会说不停 过位 然后去别人的位置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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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最多 所以读小学 读幼稚园 最多被人罚企 是什么 我被人罚过 所以我知道 出来 扭耳朵 你是不是站在那里 拿着耳朵 因为 口太多 说话太多 不要出声 记住 所以不关我们的事 最好不要出声 谨慎言语 就会减少 说错 得罪人的机会 接着 说舌头 其实失控的舌头 第一样 有两样东西 是它的特征 第一样是什么呢 其实第一样 就是口舌 商人于无形 你看到我 我找到一些 pictures 给你看 那个叉里面 有些什么 叉里面有些牙 你看 你看清楚 如果 你看那个人 压大口 一噴噴出来 那把刀 很厉害 那把刀 插在哪里 插在这里 插在这里 很厉害 他说 中国春秋时代 有一个哲学家 叫做孙子 孙子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与人善言 暖于报白 伤人以言 深于茅激 哇 很厉害 如果你说好说话 全身都会暖 好像包着那些 布白 就是你这件 down jacket 非常暖 伤人是什么呢 伤人好像 深于茅激 好像你用那些茅 去怒人 去怒人 诺人 那什么叫做 茅激 其实这个是 包括所有的 恶言 恶言是什么呢 就是说 伤人的言语 好像说 惹纷争的言语 就是人家不喜欢 讨论 你回香港 麻烦你不要 经常说 什么诗 什么诗 那些 是不是 因为你说出来 都没有建设性 是不是 怎么办呢 买这么贵的机票 回到家 我家分开两边 我家 一个是黄 一个是蓝 是不是 我说哪一边都不对 是不是 所以呢 最好就是 这样啊 最好 回到香港 买这么贵的机票 难道回去跟他吵架吗 是不是 他很笨的嘛 现在机票这么贵 是不是 所以 纷争的言语 都是少讲 就 如果是 那些谣言 我们也都要少讲 因为很多时候 谣言是 什么 我们是不是西宴 我都不记得 谣言自于 智者 是不是 你不要说 传出去就没有事了 是不是 所以呢 那些 凭你自己猜测 判断 或者你发泄情绪 没有什么根据 那些对人的批评 你都是少讲很多 是不是 还有有些 比较恶毒 辛辣 骂人的那些话 你都是 不要说那么多 是不是 没有什么 就是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麻烦你 你都是 就是 shut up 是不是 还有 没有爱心的嘲讽 都不要说那么多 是不是 笑人家那些谣骂 千万不要说那么多 是不是 因为 你认为好笑 但是别人呢 你都不要笑 是不是 没有意思的 就不要说 是不是 嘲讽别人 好像刀剑 这样 他这里都说了 是不是 会 得罪人多 清呼人少 虽然见不到血 但是在哪里 第一封 第一个 那个图 在这里 是不是 读了 入心入肺 你有没有记得 有人说过你 一些 一些东西 批评过你 你现在还记得 有啊 是不是 你记得的 你很厉害的 就是 我们 人家赚的话 就不是这么 经常记得的 但是 人家伤你 那些话 你经常记得 是不是 尤其是 他是 他是没有根据的话 是不是 根本我都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你留言说 是不是 这些就是 我们要少 少做这些 少说一些 控制一下 不要伤害别人 因为 言出如风 是不是 好像你经常看 武俠小说 言出如风 为什么 好像射箭 一出就 收不得回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小心 说话不能够 尤其是现在 是不是 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 很厉害的 你说了 在网络那里 你说话都可以 他可以记住你 但是网络还在那里 留在那里 是不是 哇 很厉害的 留到不知道多久 是不是 就是 电脑很厉害 有时候大家要小心 是不是 就是我们 在网络 尤其是千万不要 不要说话 因为 说了 收不回 我们要很小心 哥罗西书四章都说到 其实我没有打出来 他说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常用盐调和 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这个就是 保罗他语重心长地劝我们 我们说话要常常带着和气 如果我们吃东西没有炎 没有味道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一些 好像和风 世语 这样跟他们说话 千万不要 就是 以话伤人 我想这个 真的要 我们要很小心 那 接着在第三章 第三 和第五节上 雅各举举了两个例子 说到舌头虽然小 但是威力是非常大 第一个例子就是马的雀環 什么叫雀環 雀環就是马咬在口中的那个环 我们现在其实都不是那么常见 有些人养马或者会清楚一点 如果你想马走快一点 你就 即是 脚劫它 应该是 我不是很懂的 如果你想它停止 怎么样 嘻嘻嘻嘻嘻 是吧 像不像我扮得 是吧 就是一样 马就停止了 就是那个马的力度 速度是很惊人 但是它的尸头 就好像这个的雀環一样 是吧 它能够控制一只马 一拔它就会停止了 那第二个 雅各用的例子就是一个驼 我想你也搓过船 我也搓过 我小时候 那时候有个 那时候在 我不记得在哪里 有些电船仔 租来 出海 怎么知道 走到很远的地方 那个驼脚掉了 死房 那时候 什么都没有 你电话也打不到 你 周围都没有人 嘻嘻嘻嘻 真是害怕 那个驼不知为什么 一看一看 电车转 但是 摩托转 但是那个驼脚掉了 哇 我挺害怕 是吧 后来 神带领 有个人走过 我快点去驾他 那我就得救了 是吧 那个驼这么小 但是它的威力 它多大 是吧 就是 如果那个驼能够控制船 我们的舌头呢 也都一样是 需要受控制 是吧 它小小的驼可以控制一架 大大的船 那 那 其实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 其实这个比较 就是 舌头虽然小 但是呢 它能够 说 大话 是吧 这个 我没有读出来 第三 第四 第五节呢 它是这样说的 它说 我们若把着环放在马嘴里 叫他信服 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第四节说 看啊 船隻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驼 就随着掌驼的意识转动 这样舌头在百体里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就是说 那条利很小 但是呢 它能够 是说大话 英文圣经是 Great Bowls 就是说呢 这个是大话 就是说这些很夸大的说话 是吧 大家都知道 那些钓鱼的人说 我钓鱼很大的 是多大 这么大 是这么大 我钓鱼很大的 其实是这么大 是不是 不是很大的 是这么大的 就是我们可以 舌头可以说些很大的说话 是吧 夸大的说话 我们要很小心 接着呢 在第五节 下和第六节呢 雅各他说到 舌头虽然小 但是他的破坏力很大 他用什么例子呢 他用到火 和这个树林 他说 第五节下面呢 他说 看下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你看到一支火柴是多小 是不是 但是呢 他的破坏力很惊人 你整个树林都能够烧光 是吧 其实这里都中间有一个比对 是比对什么呢 火可以在一瞬间 烧着那个树林 是不是 一间屋 譬如你五分钟 如果你不走 在一间屋 如果一间屋着火 就会烧死了 五分钟而已 不用很多 是不是 因为它可以烧着很多东西 那 其实这个比例呢 就是说火的威力呢 很短的时间 它可以烧着 那个树林 那树林呢 需要一百年的树 才能够生长 是吧 这个就是那个比对 那同时 那个比对就是 我们的舌头 虽然是小 但是呢 它能够是污染全身 好像第六节 这里讲 是我们一起读 好吗 我有点不太够气 开始 那预备了 我们读第六节 预备 一二三 请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百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染全身 污染全身 是 舌头好像 和上帝为敌的世界一样 它成为污染的源头 那这个真的很小心 是不是 火柴只有氧气和有燃料 它能够烧了整个树林 舌头也都一样 它只能够 你一开口 你就能够污染全身 还使得人家跌倒 这个真的 我们要很小心 那个舌头 它同样有摧毁性 好像火一样 人和人相处要多久 很久 很久 我来到这个教会 一年有多 我都不完全认识 大英姊妹 莫说 大家有一个好的相交 很难 有时人和人相处 需要多久 喝杯茶 一世情 是吧 中文电台 一世情 我们要一世 才能够 大家培养到好的感情 但是舌头 在一分钟 可以破坏 那个感情 是吧 如果我们说 一些不好的说话 你就能够破坏了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教会 也如是 我见过教会分裂 就是因为有些人 说了一句话 是吧 那些人 他受到伤害 所以他说 我们 他又拘换那些人 走 那就很多人走了 现在的教会 有很多年了 他都未能够完全恢复 所以这个 那个伤害力真的很大 第兄姊妹 那 第六子 他说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獄里面点着 在地獄里面点着 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说生命的轮子 是比喻人一生的生命历程 好像那幅图讲到 从小到大 到他的那个坟墓那里 是吧 那点着的意思 为什么呢 意思是 舌头使得人犯罪 好像火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点着的意思 那 英文圣经 它说 The tongue sets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or her life on fire and in itself and it's itself set on fire by hell 是吧 就是说到地獄里面的火 都会点着 那 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舌头 能够影响到你一生的历程 你的生命历程 不用舌头 能够污蔑到你的生命 那 跟着呢 他说 这个是由地獄里面点着 点着 生命的轮子 就是说 那个舌头 刚才说了 好似你放飞剑 你看看多厉害 那样放飞剑出来 那 这句话比较难解释 那样包行这个英国的神学家 他说 舌头使得人一生犯很多的罪 舌头如果是人呢 一定会受到地獄用来行刑的火轮燃烧 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传统就是说 在地獄里面有个火轮燃烧那些犯罪的人 他说得很严重 舌头就是 整起那个火 如果舌头是人的话 一定会受到地獄的火的行刑 这个 就是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 他这样说出来 他能够明白 我们就可能 不太明白 他说到 接着第七、第八节 他说 各类的走兽 飞禽昆虫水灶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知识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这里讲得很厉害 什么东西都被人制服 什么东西都被人制服 因为在伊甸园那里 神是被阿当一个管理世界的职责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意思就是 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 去控制舌头 这些东西都被人制服 不是完全不能制服 问题就是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制服舌头 舌头很容易被被神性化的铁笼 困住 是不是 因为我们控制舌头 是我们用神的话语去控制我们自己 是不是 但是舌头都很容易 好像一只动物那样去撩走出来 那个龙都远不住 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帝兄姊妹 我们怎样能够不以口犯罪 其实呢 能够的 如果你 时常在神面前欠卑祈求 大卫他是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他很明白舌头的危险 所以大卫他祈祷 在诗篇141篇3节 他说 耶和华 求你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这是大卫祈祷 若白是被神试练 他失去所有他的家产 他的子女 他还满身生瘡 但是他有没有埋怨神呢 是没有的 在若白的二章第十节那里说 若白在这一切的事上 并不以口犯罪 那第二样 我们怎样能够不以口犯罪呢 弟兄姊妹 就是作你舌头的主人 什么叫作主人 好像你拖狗走街 如果你没有一条绳子 会怎样 狗周围走咬人 如果你能够有条绳子 控制住 好像狗那样 你控制舌头用条绳子 舌头受控的时候 就能够控制整个人 舌头如果不受控的时候 整个人就被污蔑 这个就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去控制舌头 那如果我们用言语多鼓励人 多过我们用舌头去咒助人 这个就能够少些犯罪 多些去造就人 那么污蔑的言语 在《易闊所书》里说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就是《易闊所书》所说的 保罗给我们的劝勉 兄弟姐妹 这个是很难说的题目 我希望你跟我一样 都是尝试我们 用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控制舌头 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请我恩主感谢你 你带领我们今天 回到教会当中 神你亦都在圣经里面 说到我们要是 有效地控制我们的舌头 因为舌头像地狱的火一样 若我们不控制的时候 我们就身受其害 由其他人就得到害处 舌头使我们犯罪 亦都能使到教会最严重的分裂 使到神你的命被污蔑 不能够被荣耀 神求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思想神你的话语 天天在祈祷里面交负给神你 奉耶稣基督寶贵名字祈祷 阿们 我在这里很简单地介绍 以下下来的宣教分享 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的好童工 是Karen姐妹 邓秀生传道 在1992年 原来来到CIBC 我是1980年来 他很厉害 他一来到 不用多久 他就入了神学院读书 他其实是我的师姐 虽然他很年轻 我这些很老 但是他很年轻 但是他的背份很高 他是我的师姐 我想你应该高过陆建华牧师 高过陆建华牧师 因为你进来 好像是第二届 好像是 我想说少一点 因为我待会给他自己介绍一下 他现在在德国宣教 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好的交通 像刚才我们一起进来的时候 我将这个时间交给邓秀生传道 Karen